西方人体摄影的发展趋势是非常明显的,在发展常规的传统的人体摄影的同时,也风行表达强烈的主观感受。 现代摄影语言,创造多种流派、风格的作品,以致出现了畸形、切割、重组、神秘、荒诞、丑陋的一景。 以下,图片可能会引起您的不是,请做好心理准备。 摄影师,拍摄了系列摄影作品《摘除》,拍摄这个系列,是想用图片重新诠释关于疾病的认识,让疾病完成从文字到视觉的转换。 2011年的时候,他开始了这个系列的拍摄,2013年全部拍摄完毕,他想通过这个系列,改变大家对疾病的固有认识。 展结时,随便让哪个人,让他画一个电话,他画的肯定还是带拨号盘的固定电话,不会画手机。 Tabby在最近访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时说,我开始思考疾病,应该具有怎样的视觉理念,人们一般又是怎么看待快要死去的病人的,我希望改变传统的观念。 所以,Tabby的作品将焦点对准了病人因病,不得不切除的部分身体,作为病造主体的人,则根本没有出现在镜头里。 不过,拍摄并不需要病人的同意。 Tabby说,一旦东西从身体里摘走,就是医院的财产了。 为了拍摄,他联系了芬兰当地的一家医院,询问医院自己是否可以在手术后,拍摄病人的切除部位。 医院的作风有点官僚,他最后还是成功获得了医院的拍摄许可。 不过,前提可是很严格的,Tabby只能在医院进行拍摄。 平时他要在员工的休息室等候,一旦手术室打了电话,说病人的病造已经切除,可以拍摄。 他就要马上赶去进行拍摄,因为有些病变组织,例如肿瘤需要在切除后,立即进行病例检验。 Tabby通常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拍摄,一般是在手术室的角落,或者在临近的手术室。 照片的光源就是手术台的灯光,Tabby拍摄的部位有胆囊结实,甲创腺肿坏,癌细胞肿瘤和结下的四肢。 Tabby为了记录一些不寻常的东西,比如脑瘤,还特意联系了一家规模更大的医院,听上去很可怕。 但是,Tabby说在他看来,这些东西和他的眼睛之间还隔着着相机,所以不是那么可怕。 拍摄的时候,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能恶心到我。 他说,Tabby说看了他作品的观众,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,反而觉得很好玩。 切除的融线癌,甲状腺肿块,直肠癌肿瘤,弹结实,甲状腺部分切除,脊椎狭载症病人的椎间盘和骨头碎片,手部癌症进行的部分结枝。